我叫Aros,然后中文名叫超超 我来自中国广州 我在同性恋亲友会工作 我们是成立于2008年的6月28号 那现在呢,我们的这个是欢迎一切的 这个LGBTQ群体的家长和孩子来向我们筹筹 我们亲友会其实我们有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说是爱,坦诚和接纳 那爱那自然就不用说了 那坦诚的话,我觉得我和我们的志愿者 和我们的同事之间,我们都需要坦诚 大家有什么时候要讲什么 接纳是很重要的 这个接纳不代表说我希望别人接纳我 同时我也要接纳别人 就比如我们在这个LGBTQ的公寓环境当中 我才发现原来世界是有那么多元化的 我以前是不能够接受什么就是练老啊 或者什么练物啊或者什么之类的 什么transgender啊那种 然后现在我都能接纳了 就是我觉得只要人家幸福很开心 就很OK了 我真正对同性恋 觉得我是同性恋的应该是在小学好像 可能是四年级还是五年级的时候 我就能意识到我自己跟别人不一样 但是我不知道那三个字 同性恋三个字 但是我能够很明显感觉到 我和周围的男孩不一样 我喜欢的是男孩 唯一记得的是我三岁时候上幼儿园 我们那个老师会给我们看那个国外的那个电视 就是西西公主 然后西西公主她长得很漂亮 然后每次西西公主出来的时候 很多同学都会尖叫说好漂亮 但是我从来都不看 我就看我喜欢那个王子 每次那个王子出来的时候 我就很激动很兴奋要看 就我现在能感觉到那个时候 同性恋的那种前世吧 我是19岁就在一个小学当音乐老师 我一直当了13年的音乐老师 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个工作 但是可能因为性取向的原因 我会随着有一些压抑 其实以前在学校的时候 同事们都说 我好像不太看重钱的这一块 因为他们会告诉我说 你可以去坚持做教钢琴 你可以去教声乐 你可以去少年工 就是坚持 你可以挣很多钱 但是我根本就不想 因为我想说 我应该要快乐的生活 如果我把我的工作 治愈的时间全部去弄那个 我就会很累 虽然挣了很多钱也没用 所以他们都老觉得 我是那种好像事前才如粪土 但也不一定那么夸张 就是说我不太在乎这个 所以我现在在青球会工作的话 虽然工资我知道不是很高 但是他可以给我一个下距来说 还可以的生活 我就OK 我也没有说要挣多少钱 不用去比较 因为如果你想去比较的话 你永远都不会是挣钱最多的那一个 回想我在青球会整个这大概是三年时间的变化 我觉得我成长了很多 然后我觉得我的生活非常的丰富多彩 以前我在学校的时候可以说 我一眼就可以看到三十年以后的我 但现在在同性恋青球会工作 我认识到了很多不同的人 这些人会带给我很多新鲜的冲击 带给我一些我从来没有听过的故事 他们身上的一些正能量能够让我吸收 而且我可以把这些正能量转换给别人 我就觉得哇每天都充满新的故事 每天都好像一种挑战 而且我自己 因为身边的人都是那些很正能量的人 他们完全不care社会怎么看他们 因为他们一直很自我的 就很争我的在活 所以我觉得我从他们身上感受到这种 真实的力量 所以我现在也不怕了 我可以跟任何人说 I am gay so what 所以我觉得以前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的事 I am g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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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am gay